周天成玩起来了 球风抽象又霸气 控制连贯又能强势得分 场上的周天成打得非常潇洒 制胜局盛晓东的心态都崩溃了 被周天成拉开巨大分叉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 周天成还是太全面了 在赛场周天成打得张指有度 大开大合有杀伤力的同时也有观赏性 虽然在动作上非常抽象 但能够得分就是漂亮的回合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的几分周天成有些收手了 在有着明显分差的下半局 周天成的速度完全降下了 没有像上半局那样打得主动 基本在和对手拼基本功 这也给了对手追分的机会 好在在最关键的局点 周天成终于杀了起来 看起来非常惊险地获得首局胜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天成的体能明显得到了恢复 在场上周天成再次秀起来了 突然的加速进攻 更加突然的变速变现 虽然这球周天成失误了 但周天成的状态非常在现 在这样的状态下 可以说周天成第二级基本本质 可以说周天成第二级基本本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就是在周天成往前铺球后 与裁判的身边没有作物 周天成有些受到影响 这个杀球实在偏了太多了 不过没有太大的问题 双方的分差依旧非常明显 也能看出来周天成 依旧有着充足的体能 接下来还有的看 还有的大 双方的眼神 不同正式球设置 双方的眼神 双方的眼神 然后智念 跳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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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局的周天成依旧在最后的关键点减慢了速度 也许是体能下滑的原因 在最后的关键点周天成更加倾向于用控制去调动对手 去打防守路线显得更加的稳健 同样是直到最后一球周天成才开始了提速进攻 完全没有什么悬念周天成非常轻松的拿到比赛胜利 成功晋级下一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